哈喽大家好,我是Yougi 我是好吃 我是小白,我是小羊 欢迎收看《创业世界》 今天,小羊介绍了一个美食 对,就是我阿姨刚开出去的一间店 就是这间 对,香香 香香蜜 这边主打是泰国美食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这边吃美食咯 当然我们不只要吃美食那么简单 我们今天要挑战,快速大胃吧 听说这边的食物都很便宜,都很经济 都不超过10块 对,都没有超过10块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挑战10块钱,快速大胃吧 我们一人会买一个10块钱饮料的食物 我说你就是买他的 他就是买 负典他 臭小子,臭小子就是买我的 我就是买小白羊 就是负典哦 看谁可以在最快时间内吃完那个食物好不好 可以可以 今天还是会惩罚 什么惩罚 吃最慢那一个要怎样惩罚 10瓦有吗 OK,吃最慢那一个就用10瓦包头好不好 可以 可以啊 你大概讲一下你这家餐厅是在哪里 OK,餐厅是在阪兰City这里 就是它对面有一个巴萨 巴萨的后面有一个干凤区 就是在干凤区里面 OK,我会把这家餐厅的地址放在那个描述栏那边 你们可以记 少说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进去吃美食吧 Let's go OK,现在我们已经各自帮对方点好食物了 我说臭小子帮我点了 对 这个黄梨炒饭 OK,臭小子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帮我点这个黄梨炒饭 它有给两只侠 而且跟你讲,吃侠是很慢 因为你要八可 所以我觉得这个侠是助攻 他省助攻来的,帮我拖延他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会是就位美食 应该会是就位美食 我帮他点的是这个泰国的芒果的米饭 这个价钱是6块钱 也是在10块钱以内 芒果这样多,然后肉米饭 你帮出一下吃点什么 泰国的正宗拉萨 比较大碗吃的比较慢 这边吃真的是超级便宜的 你们真的想吃一个经济的泰国餐 你们可以来到这边的泰国餐厅 我地址也会放在描述的那边 这次的比赛是可以配饮料的 像我讲 321开始,我们就一起开始了 321开始 我们先吃 哎呦弟 其实你不用让他紧张吃了 他们两个摸到里面 他们两个吃了慢了 是啊? 我都咬我,我都妈玩了 像我们今天,今天在揉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清理 小羊很小分的 对,虽然讲他的芒果很多 但是芒果很容易咬 不过这炒饭的都是很好吃 你们感觉地要吃了 太快了 有越吃越辣 哇 哇 吃话不喝饭了 更酥酥一辣 小吃了 哇,这夹真的是难吃的 幸好我这个面不用用咬 直接用葱就好了 刮着香 我都吃完面都可以咬,你看 我已经吃完了 小羊第一名 我也吃完了 超大碗 我们就要尖试小白羊的成绩 看他有没有吃完 小白羊已经算吃完了 不过他有剩下那两只 最大只的鞋 所以今天的成绩很明显 第一名是小羊 第二名是 臭小子 第三名是我 第四名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惩罚 小白羊要失望暴头 走啦,Let's go 来,开始 拉,拉 哇 有没有拉完啊 看你拉完来 哇小白要连你去走行啊 等一下 有没有要 小白要平时是很固形象的 拉完,拉完 拉,拉,拉 OK 很像那个草 OK,来 今天在泰国餐厅 10块钱快速大回王影片到这边 哇,我记得这边的食物真的是又便宜又好吃 又饱 对啊 所以你们想吃泰国餐的话你们可以来到这边吃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啊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 不要忘记得订阅 周小子 小白羊 小羊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